再來看到這個最新畫面 算不算是校方霸凌同學呢 去年十二月初 高雄中山國中的穿堂大螢幕 就播放著隨地丟垃圾的同學 他們亂丟垃圾被拍到的影片 另外他們罰站在學務處前的模樣 就標註上他們的學生班級姓名 另外還搭配嘲諷意味相當濃厚的哈哈歌 在下課時間不斷播放 這是人本基金會提供的畫面 陳情者他們在穿堂 被拍下公審時間長達十一秒 就有很多同學他們在操場上 那校方就把這段監視器畫面 剪輯成影片搭配嘲諷歌曲 而螢幕裡頭紅色馬賽克的地方 就是班級跟姓名 而這樣的公審方式被人本基金會痛批 學校的教育專業在哪裡 對此高雄市教育局回應 由於學校的合作社前 常常會有同學亂丟垃圾 也導致外掃區同學的困擾 向校方反應 學校他們就調出了監視器 希望找到丟垃圾的同學 不過校方的行為 完全不符合教育意義 已經請學校詳細調查 並且確認上官人員 處理為師的情況 也將針對學生進行輔導機制